今天這條影片就想講一下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令到你Shopify 店裡每張單的單價 當堂高了幾個% 甚至十個% 是什麼方法呢? 之前都教過很多方法 利用你的bundle sale 或者是這個叫做 好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Shopify 提高AOV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很簡單很容易做 記得留意到影片尾 首先AOV是什麼呢? 就是Average Order Value 客人進來平均每張單會消費多少錢 這個就是AOV 你一個客人怎麼進來呢? 如果最理想當然是自動進來 自動踩進去你的網站買東西 這就是最理想的 但這些世界是沒有那麼美好的 通常你當然要花一點點錢 那些小小錢可能都是不小 可能都是多多錢的 對有些部分人來說 因為開頭買廣告始終都是要學的 不是說一學就很精 特別是Facebook有很多麻煩的 放廣告的地方很多 Google的地方 YouTube 在Banner Ad 或者是Facebook的廣告 你每個客人進來都需要一些成本才進來你的網站 所以你既然花了錢 客人進來你的網站 當然希望他消費得越多越好 這就是AOV要提升他的目的 即是說如果我每個客人進來是要10元 才請到他進來我的網站 我當然希望他不止消費20元 當然希望他消費40元 甚至是100元 變成我們的利潤就會更加高 因為既然帶了客人進來之後 他消費得越高 即是我們的利潤就越高 因為我們的成本 拉便宜了很多 因為我們只需要 付回一件貨 以及Shipping 其實不會多很多 買多幾件貨 其實反而是會便宜一點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用盡方法去提高你的AOV 你的網站才會越來越成功 提高AOV有幾個方法 譬如可以買2件有9折 買3件有8折之類 這些就是Quality Discount的方法 第二件方法 第二件方法 譬如買A這件產品 就順便發出一個訊息 你不如買B這件產品 最常見就是 你可能買開一個發夾 你順便提議他 這件頭色很熱賣 會不會有興趣去買賣 有些朋友可能見到 10個有3、4個會這樣做的話 你的AOV又會提高了 這兩個方法都值得大家做的 這兩個方法都要加一些APP 最常用的可以用40合1 我之前提過 或者是某些FIM 都會提供這些APP的功能 譬如我之前也有教過 Debeautify付費的FIM 就是這樣 這幾個方法 最後提到的方法 就是一個免費的方法 但值得大家去做的 就是Shipping那裡 用一些 所謂的古惑招 去幫人 幫你提升AOV 通常你看到這個版面 就是其中一個網站 做法就是 Free Shipping 就是Free 很多朋友都用Free Shipping 當然你可以不做Free Shipping 你可以是 達到購買的那張單 是有20元或者30元 我才Free給你的 否則可能有個費用 也可以的 隨你喜歡 我自己就做Free Shipping 接著我會加多一個 Priority Institute Shipping 這個方法是不錯的 當然你開頭 不需要設定到我6.99 那麽高的 這是我慢慢測試 我發現6.99 一個極限都OK 那些人接受的 那你可能開頭 只是4.99 那你又要想一下 可能你覺得4.99 好像很便宜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個4.99 基本上是免費 就可以提升了你的AOV 是不小的 那麽重要是 如果很多人看到 都好 又可以 不見了可以有賠償 防盜 保險等等 那麽當然這些 其實是一個 就是銷售的手法 基本上你兩個Shipping 可能是同一件事 那麽 那麽 但如果他選了這個之後 那麽當然你的服務 就不可以差過人 那麽 那麽他可能問你 你又不要不回答他 那麽客服做得很好 那麽 那麽 Tacking Number 妳兩個都會既用 我們一定會把 一些有 tracking 的Shipping 那麽具有甚麼的 基本上那麽 Mom 般是無何大分別 只是這個給他的感覺 是更加安全 那你都有提供一個 相應的服務給他 那麽 那麽去 mac 已經大家變成 來到後台就選擇Sipping,Sipping就選擇Manage Rate 記得你的產品是包含所有的,我這裡是全部產品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如果你真是很特別的,某些產品是用另一個Sipping,那你就要自己再調節 Sipping哪裏不用理,那你選一個Sipping Zone,那我就全世界啦 如果你是某幾個國家,那就選擇哪幾個國家,那選完之後就選擇Rate Rate我們會有兩個,一個是Free Shipping,那是0的,沒有Condition 另一個就是,你可以跟我這裏這樣打,就是打一些串都可以,那你喜歡 我簡單一點,這次做Demo的Purpose就有4個9號9,那就完成了 那基本上呢,就完成了,那到它下單的時候,那它自然就會 你那兩個選項,那你看到是兩個選項,那譬如你選了這個 那你的銀行碼就當同多了,那又多了5%了,你的AOV 那希望這條影片今天就幫到大家解決到很多問題 也都盡量試一下用這個方法,因為沒有零成本是可以幫你提升你的營業價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就歡迎留言告訴我,就這樣先,拜拜 好,謝謝你們,拜拜 父親,一下子,請不要再說一次,拜拜 你不要再說一次,再見 我們 完全